今年来,随着中国制造的实力不断提升之后,在全球范围内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,其中就包括美国,虽然该国极力要求禁止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,但是最终却事于愿违,甚至该国都不得不从中国进口相关设备。 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,经过两个月的时间,中国港口起重机抵达美国巴尔蒂摩港口,该设备可以轻松吊起重量在85吨左右的集装箱,堪称是中国制造的国之重机,而且随着该设备抵达之后,意味着巴尔蒂摩港口的平均吞吐量可能会有所上涨,这些都要归功于中国,而且此次可能会让中国制造再度名扬海外。 然而通过此次美国花重金购买中国制造的设备不难看出,这个国家终究为曾经的失误付出了代价。 要知道,由于美国曾经是全球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,因此国内的制造业实力相当强悍,当美国可以制造汽车飞机轮船的时候,我国的制造能力可谓是相当低下, 再加上建国初期以农业为主,因此发展工业只能依靠东三省。 幸运的是,经过数十年努力,如今的中国在制造业终于获得了一席之地,不仅可以研发各种大型施工设备,同时也拥有制造芯片的能力。 可以说,如今的中国制造是一天比一天强,反观美国的制造业可谓是日落西山,毕竟当初美国实施去工业化,导致大量的工厂纷纷关闭,依靠金融行业来维持本国经济,因此导致该国的制造业实力暴跌。 受到该措施影响较为严重的城市当属笛特律,毕竟这座城市素有汽车城之称,如今却成为一座鬼城。 这一切可能要归功于美国的财阀,毕竟在他们看来,依靠美元与石油捆绑之后,可以大大减轻美国的工业化,甚至还能为保护环境做出一定的贡献。 没有想到的是,最终却为当初的这一错误付出代价,也可以说终究吞下了苦果。 虽然如今的美国重新提出工业复兴计划,但是从目前来看,该国终究难以逃脱制造实力衰退的厄运。 更为重要的是,如今美国需要大量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与技术,比如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,中国特高压输电技术等等。 可以说,如今的中国制造,不仅仅代表了我国的制造实力,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品牌。 此外,在港口起重机领域,中国制造的设备堪称领先全球的存在,因此即便是素有头号强国之称的美国,都得花重金购买中国制造的设备。 对此,很多网友认为,应该提高价格或者限制对美国出口,以此来报复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。 可是小编认为,如果我国研发的装备可以通过出口获得巨额利润,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,未必不可以出口。 毕竟,核心技术依旧掌握在中国手中,即便美国想要偷师学艺,恐怕也没有这个实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